余憲 監警長的郭台銘身邊現在最重要的測試 最重要的幕僚 黃世修丟了一個訊息 就是說 今天要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個最簡單的 你今天只要讓國民黨 徵召郭台銘 而且就可以彌補你過去的錯誤 所有的問題就解決了 是 寶靖哥 現在到底大家好奇的是說 郭台銘為什麼會從過去的代工之王 變成現在跳舞的霸道總裁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造成的 誰 就是從黃世修開始 所以說 以前董事長曾經講過一個名言 不要跟倒霉鬼在一起 跟倒霉鬼在一起 你會倒霉 那今天 郭台銘什麼時候開始倒霉 郭台銘開始倒霉就找了黃世修 從黃世修什麼 在郭台銘家大便 把他們家馬桶塞住以後就開始倒霉了 再玩一個系數黃世修幫郭台銘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 先在大家創造史上的一個用馬桶做文宣的 說我把他家塞住我來自己清理 我是一個負責任的發言人 然後從此就開始曬了 對 開始曬 來 更了不起來 我講 包括我們坦論到了吧 霸氣總裁的傳說那支影片 夢名其妙突如其然的下架了 不是 你沒進去霸阿嬤幹嘛啊 對 就是黃世修說什麼 黃世修跟大家講 是因為影片太紅阿 太紅了 有沒有看過這種解決方法 就連我們講政經的 他說我要提出政策說 是賴清德抄我的 這些名言都是誰講的 都是黃世修講的 結果立刻被賴清德打臉說 欸 你開什麼玩笑 我行政院長任內就已經舉例過了嘛 所以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黃世修一而再三 幫郭台銘想出一些突發奇想的做法 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清楚 欸 郭台銘是虎與虎欸 郭台銘在整個商場上爭戰沙場 他是陳吉思汗欸 他是打遍天下無敵手欸 怎麼繞到今天這個地步 以前 他是有張良 他是有韓信 他有蕭和 就現在變黃世修了 因為病急亂投醫 他的重點就是因為他病急亂投醫嘛 來我講你看郭台銘弄這些連署戰 為什麼陸陸續續會傳出說奇奇怪怪的 什麼一下這個洩漏個資啊 一下找一下阿里布達啊 結果黃世修說什麼 黃世修替他解釋說說 欸 那些人我們都不認識 都不認識 這種說法怎麼沒有人會洗得通的嘛 所以顯然郭台銘在他這個節骨點上 自然而然 他為了要能夠儘快的把自己連署衝高 為了儘快能夠爭取聲量 所以跑出連署戰這些貓膩 所以跑出黃世修亂放話題 只為了博板面這樣一個爭議嘛 我舉一個今天最最為了不起的一個例子 對於國民黨藍白河 都在國民黨跟民眾黨 雙邊在那邊你來我往談到底要不要結婚 要不要結婚 結果黃世修幫他插話了 但這句話實在太經典 他竟然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國民黨只要禮讓郭台銘 就可以解決現階段問題 而且可以名流輕死 他還有一個 彌補國民黨過去的錯誤 所以這個最可怕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不是在抱怨過去初選的事情 他也不是在講說國民黨 應該要選擇郭台銘事情 他是認為說現階段竟然還有辦法 可以去挽回 可以去挽救